开学了 学校又开始热闹活泼了起来 处处洋溢着年轻的生命力 面对新学期 新课本 不禁让人对新知识的学习 怀抱着无限的新希望 你喜欢课本吗 你喜欢课本吗 那可以做实验 实验 就许还有博尔都知道 喜欢课本你的物品 喜欢课本上的插图 现在课本都是有彩色有图片 读起来比较丰富也蛮有趣的 我还蛮喜欢现在的课本 各位朋友 历经民国初期 日本殖民统治 以及台湾光复后 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教科书 究竟是如何蜕变成 今日的面貌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追溯 教科书的发展轨迹吧 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 教育由清末传统体制走向现代教育 在当时 由于是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 各家民间出版社所发行的教科书数量 创下了审定本教科书的空前盛况 民国21年 国立编译馆成立 除了掌理学术文化书籍的推广工作外 也扮演着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重要角色 对日抗战时期 为解决大后方中小学教科书 供应不足的情况 国立编译馆主编出版的国定本教科书 成为学校主要的教材与精神食粮 西元1895年 台湾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当时 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 借由台湾总督府统一规划编译 从1895年开始 日本人就一直想说 如何应用教育的手段 来改变台湾 所以每天到学校的 召会的时候 一定要向东方 向天皇黑卡 一直过 当时的中小学教科书 重视实业教育 强调国民素质与生活教育 深具殖民教育的色彩 民国34年 台湾光复初期 为了培育新国民 教科书编辑成为当时重要的工作之一 随着中央政府签台 加强国语注音符号的教学 激发爱国意识的教科书内容 是当年民众的共同记忆 前台初期 台湾社会各项物资条件 印刷技术均有不足 教科书不论在编排与印刷上 都较为简单与粗糙 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版本 这个叫做32开 那它摊开来就是16开 早期那个印刷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时候 其实是那个字板是要用手工去做的 随着民国57年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实施 教科书开始在内容与编辑上 有了画时代的改变 那么大家也觉得说 版本变化一下好像比较好 所以那个国立编码就开始做 这样子的版本的教科书 那后来就是照相术当然是比较发达了 照相质版本身呢 也发展到照相分色 后来就电脑干脆来替你做分色 所以它在图画上面 给小朋友的那个美誉的功能就更强 放大的书本尺寸 彩色的插图 以及更加丰富的课程内容 开启了教科书发展的新页 由于是实施精编精硬 统一供应的政策 国立编译馆每年出版的 中小学教科书就多达94颗704种 共计9200多万本 繁重的编辑工作 成为当时教科书编辑委员的一大挑战 这个工作本来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就是那份责任心 也是一种参与感 就觉得这个责任很重大 意义很重大 会让你觉得你再辛苦 是有代价 不仅如此 在当时如何将课本准时在开学前送到每位学生的手中 更成了艰巨的任务 那这个配发量是非常的多 而且重点不但是多 重点是要把握时效 必须在开学前 教科书通通要送到这个学生的手上 所以这么这样配发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抢时间 我们要抢正确 全省这样运输 送到各乡镇去 大都会是这都小事件 我们要送到非常偏远的 那个偏远的山上海边 历经了岁月的考验 国立编译馆精美的教科书 已成为世代共同的回忆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爸爸扶于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这韩石姐也有了 对啊对啊 什么大破缸啊 来来来 来上学 去去去 去游戏 我小时候最喜欢音乐课了 音乐课 人生来了真知道 美花荒荫包到 我还会弹耶 不仅如此 当年珍惜课本的趣事 也是年长民众们的独特回忆 第一件事回家 新书很高兴 然后回家就赶快包书 对会用那个什么 有没有阅历纸还什么 去把它包 因为它是圣经 不能回锁 我的课本是同编本 对对对 国立编译馆的 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 国立编译馆好大 对对对对 经典的课文 与知识内容 不仅陪伴着大家 走过年轻的岁月 也让国立编译馆 成为教科书的代名词 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 以及民主观念的发展 民国77年 第六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 中小学教科书政策 将由统编制 逐年开放为审定制 开启民间教科书 多彩多姿的发展新业 整个的教科书的发展 那它是由所谓的 威权的统治 就是统一的教科书 统一个课程标准 那慢慢慢慢地走向 这个自由开放 首先是民国78年 80年 国民中小学 艺能活动 以及选修科目的 先行开放审定 接下来 则是民国85年 国小教科书的全面开放 而在课程与教科书内容方面 性别与族群平等议题 也有了更多讨论的空间 例如 对原住民青年 要求删改无缝课文事件 以及女权团体 要求改革课文中 呈现性别刻板印象 等议题之反思 进而将族群融合 性别平等等教育语题 融入教科书编写的内容中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小学科区里面 有第二个科区 这个妈妈早起忙打扫 爸爸早起看书报 那妇女团体说 奇怪了 爸妈为什么可以看书报 我为什么 妈妈为什么一定要打扫 又是不是这个性别歧视 后来我们这个编审委开会 讨论这个问题了 妈妈早起做早操 在当时 如何适度合理的调整课本内容 成为编辑委员们的一大挑战 起先来包改 因为小学生日数有些 还有那个是押韵的 包改 所以想着妈妈早起 去买面包是吗 最后才想着 我们有早就会 不是吗 妈妈早起做 做早操组好不好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 很不容易 经历了各界不断的讨论与改变 教科书在内容上 也逐渐符合社会的期待 内容很多元 族群啊 生态啊 环保 这些议题都会进来 更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 而且内容更有趣 因为它会有一些 文化传承的部分在里面 虽然我不是客家人 但是我可以知道 客家人都会做些什么事 或是我不是原住民 然后我会知道原住民 有做些什么事这样子 强调在地 认同本土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 民国82年 83年 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课程 正式将乡土文化教育纳入 并社科教学 像过去那种 种族的偏见 种族的意识形态 政治的意识形态 性别的意识形态 这些绝对不能够 在审查的时候 绝对是不会通过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很多的教科书 都能够注意到 种族均衡的问题 性别均衡的问题 所以那个整个思想 就非常的多元 因应不断进步的社会 教育部也逐步展开 国民中小学 九年一贯课程的改革 与规划 让国民小学 国民中学课程的学习 变得更加统整且连贯 但是还没有九年 一贯课程以前 它是分开两套 你一定定你的目标 我定我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觉得 一定要走同种 所以这是最大的改革 就是要神接同种 对老师来讲 就是老师拥有 教学自主权 课程的计划的书写 其实是给老师 很大的空间 可以引发老师 不同的想法 规划各种不同的活动 借由新课程的活化 以及审定本教科书的 多元发展 让学生有更活泼 生动的学习方式 像这个课文来讲 它只是在介绍合作的概念 一样讲合作 但是它用台湾族的婚礼 来做说明 我们以绘本的精神 从这样子游戏里面 去了解台湾族婚礼的文化特色 然后也了解到它们的一些图腾 更去感受 去领会到合作的真意 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 强调学生自主学习 与思考的课程 是九年一贯的另一特色 知识的获得 不是由传递而来的 而是要学生主动去探究 这个世界的现象与问题 其实它整个的精神 是要朝向这方面去走 那这个也都是整个九年一贯课程以来 一直非常强调的 那个教和学的走向 经过这个九年一贯课程实施之后 那么的确在现场的老师 或者是家长 或者是学生各有不同的反应 一个共同反应就是说 我们的教学比较活泼 我们的教学比较多元 老师也比较敢用创新的教学方式 加上结合目前的资讯科技 那么学生认为学起来会比较有趣 而随着资讯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教科书的样貌也开始有了改变 逐渐跳脱传统纸本的刻板印象 朝向数位化和资讯化的发展眼镜 我们的教学跟我们的学习 即使是一直跟着生活在变 近几年来教育部地方政府 积极推动电子书包实验教学 为未来智慧型教室与学习 开启无限可能 直接在教室把电脑拿出来 马上就可以做就很方便 从课本中有一些 不懂的生字或造词 或者读音不知道该怎么读 就可以上网去查 学生的参与感增加了 他们听说读写作 在课堂上更能表现 教室里面现在真的像电影院一样 透过这些电脑设备之后 教室变得很活泼 随着中小学教科书的全面开放 国立编译馆已由过去的编辑者 转变为审定者的角色 为教科书的内容与品质 严格把关 博力编译馆在每一个孩子心目中 也盼着大家成长 我博力教院就像画板之后 我想它会建立一个 教育助部的一个功能 那么对教科师的编辑 做系统性的 长期性的 整体性的 科学性的研究 我们就是要精力求精 我们永远是要前占未来 永远是要与时拘禁的 一个教育文化工作 现在 国立编译馆已整合 入国家教育研究院 将以更积极的态度 投入教科书的审定与研究工作 那么我们国家教育研究院 针对教科书这个区块 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要整合我们教科书的研究 教科书的资源 教科书的审查 还有教科书的评鉴 这个四个区块呢 我们把它整合起来 然后将来呢 我们就可以发展 我们很好的一个 教科书的一个政策 走过百年 教科书陪伴你我 度过年轻的岁月 亦见证民国初期 日本殖民统治 以及台湾光复后 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 不仅让教科书 成为世代共同的记忆 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不变的是新火相传 弘扬文化 启迪新知这份使命感 未来 国家教育研究院 将精益求精 引领教科书的优质化 与创新发展 让教科书 成为世代教育的希望种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